早晨,今天是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由东亚政券高级投资策略士陈慧聪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Jason,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晨Wendy,今早我们就要看回 因为昨天收市之后 也有很多港股出了第一季业绩 究竟业绩之后的股价是怎样? 我觉得也要关注 是的,以及提醒大家 今天汇丰和恒生都会公布业绩 稍后Jason也会和我们谈谈 即是汇丰的职钱可以如何部署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Tesla急升1.5% 市场观望联主局的议息会议 美股反复做好 三大指数高开后 接近美市的时候曾经倒跌 收市都是向上 导指收市升146点 收报38386点 纳指升55点 收报15983点 标指升16点 收报5116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0.5%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英国股市是向上 焦点科技股方面 Tesla行政总裁Elon Musk 闪电访华 有指 公司获得内地政府 原则上批准推出自动驾驶系统 Tesla股价急升1.5% 收市保194.05美元 另外 今个星期即将公布业绩的 苹果和Amazon 分别升2.5% 和0.7% AMD都将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 股价是向上的 升1.8% NVIDIA是未升的 看二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卖买的科网股ADR 昨晚的造价是个别发展 百度、亚利、美团和网易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友邦上日在本港升6% ADR再比本港收市高出1% 一起看看亚太区股市外围情况 日本昨天休市 今早开市回来 升超过1% 最新升435点 去到38,370点 首义综合指数都做好了 升21点 显离普通股指数升1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轻微向下 跟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最新的情况就是升19点 恒指就继续向上 稍后会和Jason谈谈 现在升到这些高位 是否应该入市呢 不过现在谈了外围的市况 美国星期二三 就一连两日举行议色会议 星期四香港凌晨 就是2点就会公布的结果 市场最新预期 9月才有机会启动减息 还有现在市场预期 今年只是减一次 联储局最重视数据 包括物价和各就业情况 上星期五公布了 最重视PCE的物价指数 3月份的PCE和核心PCE 其实都高过市场预期 现在叫做距离成谷扩击通胀又远回步 另外另一个数据就是上星期较早阶段 公布了GDP数据 看到上一季的增长 按年只有1.6% 这个数据是有什么意思呢 市场原本预期是高一点的 还有比上一季都是有所回落的 如果真的出现一个 通胀持续高期的情况 因为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商品价格都是急升 但是经济的增速又放缓 就有一个滞涨的风险 其实公布PCE那一天 道指最多就是跌成700点 还有JP Morgan的CEO JV Diamond都说到 通胀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 变得更具粘性 还有滞涨也是一个可能发生的scenario Jason你现在怎么判断 就是美国出现一个滞涨的机会大不大 还有如果真的有滞涨 或者滞涨的忧虑持续 会不会拖累美股 会有一个进一步较大的调整 现在当然市场上面比较担心 就好像看到GDP下来了 但是那个PCE 都好像就不是说下得太快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觉得 你说真的去到最后一个滞涨的局面 机会就不是说真的太大 因为如果你回望近期 讲那个CPI也好 或者PCE也好 虽然你说好像比起市场预期来说 那个数就没有 真的下得这么快 但是实际上你比起去年年头 譬如你说以PCE来说 去年年初 都仍在4%上 现在就算你说下得没那么快 但是其实都叫做跌到下去有2.8% 当然你说同美联储那个目标 或者2%仍然还是差点 但是你说看过去这一年的趋势 或者是下的那个幅度 其实都算是交到功课 只不过你说这两三个月 因为那个能源价格 或者一些商品价格又会上升 那带动了可能整体的通胀 都叫做上升了 那这件事当然就可能是归因于 那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 那比如你说中东 之前爆发一些的战事 或者俄乌那边都仍然在打 那大家都比较担心 比如可能能源方面来的 供应会不会有些短缺 比如之前可能伊朗都说介入的 那令到油价在那段时间 都抽到上去 比如90美元左右 那但是你问我 究竟中东 比如以色列那边的战事 接下来是不是说 进一步会升温 会再蔓延呢 那其实说到尾 美国方面背后的力量 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那如果你说美国 就是今年下半年 就是去到第四季 有个大选的 那我相信在大选之前 那赵道里 拜登 或者是华富的官员 都未必说这么愿意 再希望见到那个战争 不断是升级 或者令到那个能源价格 油价这些是再上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 这个所谓之前的通胀反弹的原因 是因为一些战事的关系 而这些战事 是真的美国政府那边 可以是叫做控制到 或者是叫做可以 就是有回一些的调控的话 那我相信 未来那个所谓能源价格 再大升那个空间 或者机会 应该就不是那么高 那只要你说 未来那个油价开始下跌了 或者大家对于这些 所谓地缘政治那个忧虑 开始叫降温 那我相信那个通胀的压力 慢慢都会是消除的 那所以你说去到今年 大家之前猜会不会有机会 什么不减息 甚至乎重新加息 相信那个机会就不是太大 那所以我暂时对于 所谓现在滞胀这个担心 就不用说将它放到太大 那你回答我问题的下半段 就是对美股的走势 你有什么评估呢 其实 美股来说 就我觉得短期 都还是会有少少的调整 毕竟讲过去的 就是由年头到到去 四月头那段时间 都真的升得挺多 但是可以留意 这一阵的美股调整 不是因为那些公司 出那个Q1业绩出得很弱 或者是大家很担心 那个经济问题 那比如你说 讲回S&P500指数 到这一刻来说 出了Q1业绩那个公司数目 比例大概是五成左右 那在这五成的公司里面 基本上见到 就是能够逼到 那个市场预期的盈利 那个比例 各样都有接近是八成一的 那这个proportion来说 比起你说 去年的Q3、Q4来说 都是为之高的 那就是如果你说 单望公司的业绩面 那个表现 绝对不失礼 特别你说那些Tag股 其实大部分都叫做 是交到供货 那但是为什么你说 明明那个盈利预测 有个上调 那些业绩不差 但是那个股市会下来 那最大的原因 就是说债息 过去这一段时间 都真的有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那譬如说 十年期的Yield 由今年年头 那些可能是4厘左右 那现在不经不觉 升到去4.6厘 4.7厘 那对于整体的估值来说 是会有压力的 那譬如你看到这一段时间 S&P500的指数呢 那个Forward PE 那由之前说是接近22倍 又是下来接近20倍 那所以这一阵的美股调整呢 纯粹是因为 那个股值上面一些的修正 而不是说公司盈利方面 出现一个大的问题 那在这个大前提下 又或者预期来到第二季第三季 美国经济不会一下子 去到衰退的局面呢 那我相信美股都是一些叫做 就是小小的回吐 小小一些的合理调整之后呢 都还是有机会 会有一个升落会再出现 嗯 是的 就是美股都 大家坐的那个担心都没那么大 那我们谈谈就是Tesla 因为昨晚就急升了15%的 高位就去过198%流上的 那为什么业绩差都会大升呢 那Elon Musk 过去的周末就是叫做闪电访华 还有之前呢 其实就保密功夫就做得很足的 就是甚至乎他在飞机上面的时候 才有些说 就是有些网站有些消息 出到来说Elon Musk 现在飞着去内地了 那最后了 那真的去了内地了 那就和总理李强就见了面了 那其中一个大家估计他们谈的那些什么呢 就是那个FSD 就是那个全自动驾驶系统的软件 在中国落地 那现在就没有实质消息 就是正式公布了 你觉得这个憧憬 能不能够带动Tesla的股价 去一步向上 比如昨天升了这么多了 有没有机会进一步带动它去到二字头 还有能够站稳在二字头楼上 当然现在Tesla最大的买点就是那个FSD 全自动驾驶或者所谓的无人驾驶 那这个技术来说 现在当然在全球来说都是比较暂身的 就是所谓自动驾驶或者辅助驾驶的那个level 都大概分五级的嘛 那你说真的去到现在FSD这一只呢 就起码是level 4,level 5 那比起你说 比如现在国内的所谓有些的 就是汽车的品牌 都很宣称自己的那个辅助驾驶很厉害 那但是怎样厉害呢 都是说到level 2这个层面 当然未来的level 3 有机会个别会是落地 那但是始终内地方面那个的 就是整体对于自动驾驶 或者无人驾驶那个的规管 暂时来说都挺严格的 因为始终你要做FSD这一个技术 就不是说你有那个研发 你有那个系统 你有那个技术 就一定可以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都用得到 那都一定要看回 比如那个地区的国家 整体的法规 因为始终你牵涉到这些自动驾驶 讲到尾都是一些叫感应 再加上一些数据 再加上一些算法 那你一牵涉到一些所谓数据的 那因为很简单 你要那辆车自动会转弯 自动会去到就是过线的话 那某程度上 你都一定要有个所谓整体 对于那个数据方面的感应 或者里面那些系统的分析 那你说这些数据上面 始终现在中美的关系都比较是紧张 那之前大家都很常听到 就说对于国内方面 一些针对公司的数据安全来说 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监管 比如说之前有些科网企业 打算过去美国上市的 那为什么到最后都可能择置了 或者不断是要退出的时间呢 那说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里面可能都比较关心 所谓的那个数据 会不会有机会有个洩露的风险 大学的风险 是有机会有的 他在这边不转盖 是有机会有空的风险 是有机会有的 那是有机会有的 是有机会有的